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 得奖的是 王浩一 刘克璋 浩克漫游 两位学有专精的作家组合 默契已经到了行云流水的境界 无需任何排练 就能从个人资料铺中 说出独到见识的观点 将外景节目的主持高度 定下难以超越的标杆 谢谢评审再度的肯定 当然也要谢谢公事大家庭 给我们两位大叔不断地鼓励 然后让我们能够任性地 在这个节目里面为所欲为 当然也要谢谢台湾 然后非常精彩的人 从疫情的三年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台湾的 小桥流水人家 一样的美丽 那这节目呢因为有客厢 所以我也看了很多铁道迷 赏鸟人的一些的逆境 那我也介绍了客厢 有很多的部落小镇 美丽珍贵的一些的老树 吃了很多应该吃的 而不是只有吃喜欢吃的 看到很多的地方的滋味 让我们觉得孕育台湾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岛屿 那最后要感谢 我们在路上所遇到的每个人 谢谢你们 展现你们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看到 也要谢谢你们 让我们看到你生命的任务是什么 谢谢各位 本来想谢谢全世界 但是还是现实一点 先谢谢我老婆 谢谢我们的团队 谢谢每一个帮助我们的人 最后我要跟其他人一样 要谢谢我妈妈 我妈妈 今年90岁 因为一月的时候 她一直有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我们两个 能够携手走上红毯 来到这里 谢谢 谢谢我们的制作人 但是我妈妈 刚刚我知道她已经睡早了 不过没关系 明天重播 我们还是会得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